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學大家早 早 OK 好 今天呢很開心喔 就是大家來參加這個文學嘉年華的第二個場次喔 那我相信各位同學呢 在上這個自我探索單元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上到那個刀疤老歸那一課 有喔 好OK 我來問一下協宜好了 協宜是我們的助教 協宜請問一下 自我探索你學到什麼 自我探索的話 其實我會學習到去傾聽自己的聲音 知道自己的定位跟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好 還有呢 還有就是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了之後 能夠鼓起勇氣 勇敢的去追尋自己所想要的東西 好 協宜剛剛介紹的非常好 給他拍拍手 好 那請問一下協宜 你今天介紹的這個呢 跟我們今天來演講的老師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學習能夠靜下心 傾聽自己聲音 了解自己的定位 那今天我們很高興可以邀請到 忠義中的老師 曾凱欣曾老師來為我們演講 掌聲歡迎 謝謝 熱烈掌聲歡迎曾凱欣老師 好 今天我們講到今天人這麼多 那剛剛那個開場的老師所講的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那麼正好呢就是 最近就是有一部電影就是快要上演 十月二十七號正式上演 叫做阿利福 有沒有人聽過這部電影名字 都沒有嗎 阿利福 阿利福是什麼意思呢 阿利福其實他原意是那個台灣族的王子的意思 那王子本來應該是男的對不對 那他現在這個片名 所以那個中文呢 就加上個草刺頭 那聽起來就像是女生的名字對不對 那這部片子到底是在講什麼 那這部片子裡面當然有好幾個主要的角色 那其中跟這個片名有關的 其實就是一個原本 就是台灣族頭目的兒子 應該就是那個王子對不對 好那麼可是呢 他有性別認同的問題 不是也不是問題 就是因為他性別的認同 他覺得自己是女生 好那可是呢 他的父親也就是這個頭目 他捏鬧了想要退位 那他想要退位怎麼辦呢 那當然就是要把這個頭目的位子 就是讓這個王子來繼承對不對 好那現在出現了一個問題 那這個王子他想要變成公主 那怎麼辦呢 而且呢 就像剛剛開場的老師所講的 他很明確知道自己要什麼 明確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好那麼 好那所以當然這個在故事裡面 當然是有一些衝突 那這樣的衝突其實在很多地方 很多家庭都有見過 好那不過還有最後 好這個是這個劇照呢 左邊的劇照是阿力圖呢 最後呢 就是終於達成他的心願 而且呢 也接了那個台灣族頭目的位子 那公主可以接這個位子 接這個頭目嗎 大家覺得可不可以 這個很難講啊 比如說在中國古代 有很多都是只有男性才能夠繼承的 對不對 那台灣的原住民呢 的文化又是怎麼樣 那麼在台灣族至少我知道 在台灣族是可以的 台灣族是可以的 可是重點是 這原來的頭目老頭目 知道說他的小孩 聽到他小孩想要變性的時候 那他心裡是怎麼想的 他有沒有辦法接受 對不對 那他 除了他以外 還有他要去說服其他的主人 對不對 主人能不能接受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問題 那這部片子在金馬獎 就是前一陣子公佈入圍名單 他有入圍兩項 一個是原著劇本 一個是最佳男配角 那最佳男配角是誰呢 最佳男配角是他 這邊的燈門很快 但是 但是 他的 這位演員的姓名叫做陳竹生 那他也在那個大佛普拉斯裡面 有演出 那麼大佛普拉斯是這一次金馬獎 就是入圍十下最多的 最大贏家的一部片 所以一定是非看不可的片子 好 那 但是他 他在這個阿利福裡面 他演的就是一個變性的 演的就是一個變性的 那這樣子有點奇怪 那為什麼會是入圍男配角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問題是太複雜 我們現在不要去思考他 好 那麼 他在劇中的角色 還有他跟阿利福的關係 以及他跟 另外一個很有名的 有一個老台演員吳蓬鳳 老吳 在片子裡面他就叫做老吳 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是值得大家 大家去探討 好 那麼這部片子我有看過 就我有看 已經有看過 就是參加那個特應會 好 特應會 好 那麼 好 那我再下個禮拜 今天是 十七 十七號 十六 十七號對不對 再過十天那就要上演 那就是其實是蠻好看的片子 好 好 老師說我來亞大演講已經很多次了 今天大概是第四次吧 那麼第一次呢是學校的一個社團 好性別相關的社團 就是 找我來的 好 好 那在那一次演講的時候 好 有碰到就是貴校的一個學長 學姐 現在已經畢業了 現在已經畢業了 當時是大概是大四 好 那麼 他本身就是一個跨性別者 那所以 所謂跨性別者 好 那麼在到處都可見 每個學校都有 好 那當然 學校 學生人數越多的學校 那個 那個當然 應該 照理應該也會 也會越多 好 那麼 好 那也許在你的旁邊就有朋友 好 是這樣 除了說跨性別者以外 那 對這個性別的議題 還有很多的面向 好 比如說 有像性傾向 還有像性別氣質 好 以及 等等這些不同的面向 那 我不知道大家 對這些不同的性別面向 比如說性傾向跟這個性別認同 這兩者的差異有沒有辦法分出來 還有沒有什麼不同 比如說 好 阿利福 他 他想要變女生 那他喜歡男生還喜歡女生 你覺得他應該喜歡男生還喜歡女生 都有可能 那如果說阿利福告訴你說 他喜歡女生 那 這又代表是什麼意義 那他到底是同系戀還是異性戀 好 我們現在來做個調查 一定要舉手 不舉手的話 老師會扣你們分 對 先拍照俠 回去再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那個肉收 好 那麼 現在大家知道說阿利福 他覺得自己是女生 那後來也去完成變性 變成女生 就變成公主 然後接著頭目 那如果說阿利福告訴你 他喜歡女生的話 你覺得 第一個 他是同性戀 還是第二個 他是異性戀 好 覺得他是同性戀的舉手 好 沒有關係喔 其實有舉手就不會被扣分 不管你舉哪一個 沒舉的才會被扣分 你不要兩個都舉 兩個都舉 兩個都舉也要扣分 好 放下 你覺得他是異性戀的舉手 好 放下 你覺得你實在無法判斷的舉手 這也是一個選項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失之也對不對 對 你勇敢的承認你說 我的確是不知道 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想辦法要學對不對 好 那我告訴你 他是 他是 他是同性戀 為什麼呢 我們所謂的同性戀 指的是 你喜歡的對象 會讓你產生情慾的對象 跟你自己的性別 是相同還是不同 而這個性別是指你認同的性別 你覺得自己是什麼樣的性別 而不是你自己生理上是什麼性別 你覺得自己是女生 但是你又喜歡女生 這是什麼 女同性戀 那你如果覺得自己是男生 那你喜歡的是女生 這是什麼 異性戀對不對 對 那你覺得自己是男生 不管你原來是男生 生理上是男生還是女生 可是你喜歡的還是男生 那這個是 同性戀 好 那 我以一本書的那個裡面的一句話 這是一本小說 這本書裡面呢 有兩個主角 其中一個主角叫做大衛派伯 那大衛派伯呢 在書裡面說了一句話說 我不是同性戀 我是一個被困在男生身體裡面的異性戀女生 好 那麼 所以這句話告訴我們性別的三個面相 第一個 在生理上 他的性別是什麼 是男生 也就是說在生理上 他有男性的生殖器官 對不對 這是你們以前生物課或者是健康教育課教的 或者是護理課教的 對不對 那第二個 在心理上 也就叫性別認同 也就是說 你覺得自己是男生還是女生 自己是什麼性別 然後這個我們稱為心理性別 那麼 所以他的心理性別是什麼 是男生還是女生 他覺得自己是男生還是女生 應該會一個母親的性別 是女性 那第三個 就是他的性感染 但他喜歡的對象是什麼 是男生相女生 他覺得自己是女生 可是他說他不是同性戀 他是一個異性戀女生 G Cっと 所以他喜欢的是男生 对不对 至少在生理上是男生 那么 那所以 也许有人已经搞婚了 回去自己再多想想 那么 那其实还有性别 还有第四个面相 那个今天早上 一早起来就看到 某个学校的老师 在检讨考卷 最近高中刚月高考完 那某个老师 在FB贴文说 他们昨天呢 在检讨考卷的时候 检讨到一半 那有一个男同学呢 就突然尖叫 有蟑螂 妈啊赶快来 跳到桌子上去 男同学 然后呢 这时候就 他们班有个女生 就很勇敢的跑出来说 然后 就看到一个找到那个蟑螂 就拿起拖鞋 然后骂了一声那个国骂 三字经 就给他敲下去 女同学 那这是性别的第四个面相 叫什么呢 我们称为性别气质 也就是说 所谓性别气质 就是当你可能从小就听到说 有家长 你的长辈说 或者你的老师说 男生叫什么样子 女生叫什么样子 对不对 所以像刚刚那个男生 看到张男就尽一叫 然后跳到桌子上 还喊妈妈 这个也许在 二三十年前 搞不好现在还有老师会这样 说会怎么样 会骂他说 男生怎么会那么怕蟑螂 对不对 然后听到那个女生骂三字经 然后用力的把那个蟑螂给打死 那你就会 你会觉得这个女生会怎么样 是怎么样 煤气质是不是 没有女生的样子 对不对 那男生的样子是什么 女生的样子是什么 那这个其实是传统以来 就大家对这个性别的刻板印象 那从你一出生开始 医生呢 这样接生之后 他写出生证明 对不对 那在目前 我国的法令规定 出生证明上面 一定要写上性别 去护证事务所登记的时候 一定要写上性别 那医生呢 就判断你的性别 医生根据什么来判断你的性别 气管 通常都是当然最直接的 最容易看到就是外生殖器嘛 对不对 你刚生出来的时候 也没有穿衣服 对不对 很容易看得到 那这个外生殖器 是我们最判断性别的 就是最容易的 那除非是说 有一些现在很多高龄产妇 很怕会生出一些 那个染色体异常的小孩 那所以在产检的时候 可能会做过什么 阳膜穿刺 检查这个染色体 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这个其实 现在高龄产妇越来越多 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一件事 那非高龄产妇 其实也有可能会生出 染色体异常的小孩 那检查染色体之后呢 就顺便知道这个小孩的性别是什么 那但是这个是从染色体上来看的 那虽然生物老师都告诉我们 说男生的性染色体是什么 是XY 女生的性染色体是XX 可是有没有不一样的呢 其实是有 其实是有人他性染色体是XY 可是生理上是女生 也有人性染色体是XX 可是生理上是男生 或者是搞不清楚 也就是说他有可能 从外生殖器上面 看不出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也有可能是他的生殖线 比如说男生有膏丸 对不对 长大了以后会产生精子 对不对 那女生有卵巢 然后卵巢里面有 就会产生卵子 对不对 那但是有人两个都有 就是他同一个生殖线里面 同时有卵巢跟膏丸 分不清楚 他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那这种情形我们称为是双性人 那所以双性人 有些可能只是外观上 医生看不出来 他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比如说有些女婴刚出生的时候 他阴力会比较肥大 看起来像是有什么 有小鸡鸡 然后也有可能是男婴 出生的时候 这个会有尿道下裂 因为男生正常来讲 尿道应当是在阴莖里面 那尿道下裂就是尿道口就跑到阴莖外面来 看起来像是有阴唇的样子 那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医生判定心别上的困难 那这样子其实会造成很多问题 什么问题呢 刚刚讲说 我们的法令规定说 出生证明上一定要写上性别 你去做户籍登记的时候 你一定要写婴儿的性别 对不对 那如果判断不出来怎么办 那医生还是要想办法给他写一个 对不对 那这样子就会有问题 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误判 那这样的例子是有的 就是我有一个网友就是如此 那从小就是被他出生证明上面 就是其实他那个时候 那时候的医生写那个诊断书 出生证明都是手写 不像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的对不对 医生手写的病例太潦草 我们看不懂 至少他的故事一定看得懂 如果连他的故事都看不懂 他就会去轿那个医生 你写这个什么 你到底写什么 你给我讲清楚 对不对 那打字的时候 所以现在你拿到的 大概都是打字的 对不对 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可是那时候医生啊 其实医生很多字都写很丑 跟克文哲差不多 所以你以后你的小孩要是字写很丑 你不要冒他 他将来很有可能是当医生 那么写字很漂亮 你也不要太高兴 那么好 那么好 然后呢医生呢 当初医生到底写什么 医生写的可能是 就是外观上 就是比较像是那个 就是外观上不一意分清楚 他的性别是什么 那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观察 可是拿到护证事务所去登记的时候 他父母 拿到护证事务所去登记的时候 那护证人员看不懂医生写什么 就自己就随便乱猜 就觉得说医生写的他应该是难的 就是给他登记难的 那从小就被当男营养 当男生 然后呢 那当男从我小开始就一直被霸凌 到专科 到毕业 那毕业以后因为身份证是男生 所以还要去怎么样 当兵 然后当兵他又抽到的是马祖谦 很惨对不对 所以他说他曾经三度自杀 三度自杀 然后 不过还好最后都会被救回来 那经过很多年的努力 然后也跟这个政府打官司等等 最后才终于呢就是 把他的那个性别 户籍登记商的性别改为女生 那其实他是有月经的 那么有一次他在上班的时候 因为身份证上是男生 对不对 那去上班 然后那个MC来了 他很不舒服要请假 那他的那个主管 说你怎么可能会请生理假 那怎么办啊 不让他请 然后他就很气 就从内裤里面把那个沾血的那个 卫生命拿出来 甩在他主管的桌上 那主管就让他请 那么 所以这些都是问题 其实有不少 就是性别面向有很多 那通常如果说你某一个面向 跟大部分人都不一样的时候 你成为那个少数的时候 比如说 像刚刚那个看到蟑螂就尖叫 跳到桌子上的 他约洗可能从小就会被怎么样 被人家说是什么 凉凉枪 然后会被霸离 甚至常常被其他同学说要阿鲁把 然后呢 要脱到裤子检查 对不对 然后呢 不幸的就可能 因此呢就自杀或者是被杀 那这个事件呢 在十几年前就发生过 很有名的这个 高雄县高速国中的学生 就是叶永智 他因此死在厕所里面 到现在这个案还破不了 不过还好 还好后来他的 那个学校校长主任导师都被判刑 然后那你说那个刚刚那个女生很勇敢的跑去把这个蟑螂打死了 会不会被人家欺负 有很多女生他气质上比较阳刚一点 对不对 那也常会被人家骂的是什么 男人婆对不对 特别是他如果每次跟男生打架有打赢的时候 对不对 那这样的女生 有没有人敢去欺负他 你确定没有 那是你没看过而已 还是有 还是有 我国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同学 这样子 而且他不仅是 就是说他气质很阳刚 他身材也很壮 就是国小女生通常都发育的比较快 对不对 然后他又比其他女生更就是发育更快一点 然后脾气很暴躁 然后虽然稍微被人家那个就是击一下他就就爆跳颅了 然后所以就有一些男生特别喜欢去捉弄他 看他去看他爆跳颅的样子 然后他生气的时候当然就会追着那个男生打 然后他就赶快逃 逃过的时候就就很爽很得意对不对 那没有逃过的话 那当然就只好被痛打一顿 然后就有人为了这样子 就追求这样的刺激 故意要去欺负别人都有 那其实这人类的劣根性 那么我就有一个同事 以前曾经去那个非洲肯亚去旅行 自己先搭飞机到肯亚 然后再参加当地的旅行化 那到肯亚旅行 就主要就是看那些野生动物嘛对不对 然后其中除了草原上的那些那个 草湿动物大迁徙非常的壮观以外 那就是搭船游湖 那肯亚最大的湖泊好像叫做坦干伊克湖的样子 那湖里面住着一种体型蛮大的哺乳类 好 体型蛮大的哺乳类 看起来好像很温柔 其实脾气非常的暴躁 这什么动物呢 额马 没有错 额马 你大概不太会想象说 它脾气能暴躁到哪里去 对不对 但是额马其实是蛮凶暴的 那它只是说 它在湖里面休息或吃东西什么 你不要去干扰它 它不会主动来攻击你 可是你要是激怒它的话 你会怎么样 它就会追着那个船跑 然后呢 要是船被撞搬的话 它力气很大 可以撞搬那个游艇 那撞搬的话船上的人掉下水 你如果来不及穿救生衣就怎么样 就逆地了 然后呢 那很多游客就喜欢看那个额马去追 就被那个惹毛了 然后来追那个船 很刺激对不对 那所以导游就顺应游客的要求 故意去捉弄那个河马 捉弄河马 然后把它忍完了 河马就赶快 那气爆跳炉也就来追 那追 河马 你不要看它那个胖胖的 那个在路上走路很慢的样子 可是它在水里面游泳的速度很快 很快 然后呢 就来追 还好 他们那一艘船那个驾驶技术高超逃过一劫 那所以什么样的人 就是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 就在某一方面跟大家都不太一样 跟大多数人都不一样的人 就很容易被欺负被霸凌 那么在现在学校里面 其实也一样啊 就是好像今年 今年有一个台中旅中毕业的学生 他考上某丙间国立大学 然后他 但是呢 他妈妈其实是新住民 他妈妈是新住民 他能够考上丙间的国立大学 那显示他在高中的时候 功课一定还很不错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他照样被霸凌 照样被霸凌 那这些都是在我们学校很常见的 那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其实应当就是要 大家要能够学会 如何去尊重别人 如何尊重别人跟你不一样的地方 他跟你不一样 不表示他就比较差 你跟大多数人一样 不表示你就比较好 我们举个例来讲 好 这一位人士大家有没有听过 他有没有来亚大演讲过 你好 我有一次去高雄速德科大演讲 我是早上讲 正好看到他是下午 在这个高雄速德科大演讲 就顺便丢下来去听他演讲 还蛮不错的 蛮有趣的 然后他很会应用这个高科技 所以他演讲的话 虽然有定一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是要那个发公文 就要给上帝身体经验用的 对不对 那当然他演讲的时候呢 就是他有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你登录之后 就是他给网址所有听众的 就登录那个平台 用手机有笔电都可以 然后在那个平台上面 你就可以发问题 你想要问什么问题 就可以发 随便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然后呢 那你觉得别人问的问题 很好你也很想听 你就按一个赞 那按赞数最多的问题 就会被就是置顶 就是移到前面去 然后他就会先回答那个问题 那如果都没有人按赞 就会一直排到后面去 那所以 就等于是说他讲的东西 等于是至少是 是很多人都想要听的 好 那么不管 现在现在 像我们没有办法 今天没有办法这样子做 那如果我讲的你们不想听 那也就算了 你可以睡觉没有关系 好 那 唐凤 他做了什么好事 他有什么事迹 你知道的 你有听过的 那当然很多 那但是 你要是知道他的一些 就是事迹或能力什么的 其实跟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他的学历是什么 他说他也搞不清楚他的学历到底是什么 他去查那个内政部的那个网页 就发现了他的正式学历是国小毕业 那可是他说他明明记得国中有去参加毕业典 也还领到毕业证数 而且报纸上还说他当年是 是因为那个科长可以保证那个建国中学 那可是呢 他爸爸去跟台北市教育局商量 看能不能把他改分发到北英里 然后 教育局说不行 所以他就那不行就算了 就不要读了 然后后来 所以他在国小六年级的时候 有去那个德国留学 留学一年多再回来 那所以 那可是他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那个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那他的政治学历 顶多是到国中而已 那国中毕业以后 其实他从国小开始就是自学 常常在校园里面到处逛 因为老师上课内容太简单了 那有一次他数学考八分 国小的时候 你们国小数学有考过这么低分数的举手 八分欸国小 没有嘛对不对 那他怎么可能只考了八分 原因他觉得那个题目太简单了 他不想写了 那他的智商到底有多高 那根据卫士成人智力量表 他的分数的极限值是160 就是你能够测到最高智商到160 超过160就测不出来 那他测验的分数就是达到最低160 那所以实际智商是到多少 你在科文则才158而已 那我更差我就不要讲了 那么可是160你在那个就是 那个常态分布曲线里面是 是最边边的极少数的那些极少数 对不对 对不对 跟99.9%的人都不一样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是你有资格去歧视他吗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不管智商 那其实他不仅是智商很高 EQ也很高 EQ也很高 那么所以不是说 你跟大多数人一样 不见得就是你就是比较高力 比较厉害 不表示你就是真对的 那你跟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也不表示你就是不好 不是不对 那所以你应当要学会去欣赏 去尊重 去了解跟你不一样的人 不管是在哪一方面 不管是在哪一方面 那在性别的这个方面也是 性别的这个方面也是 那唐凤他自己本身也是化性别者 他大概也大概是在十几年前 就是做了变性手术 那可是在目前的话 他平常其实他的那个装扮上 就是其实是比较中性化 比较中性化 好 那还有一个人 有没有人听过他 没有人 他曾经登上新闻 闹了好大的事件 只不过你可以去搜寻这个名字 只不过在新闻上 报道他都是负面的 负面的 可是呢 他很厉害 他什么地方很厉害呢 登山的那个基数上面 在登山界 他的那个就是许多登山的高手 都很崇拜他 都很崇拜他 那但是他闹出了什么事件呢 就好几次他被控 就是诱拐少女 上山 而且呢 那因为他登山的技能很好 所以他带这些女生去山上 不是走一般的江山啊 爬什么玉山啊 玉山现在大家都可以爬的 那都是去爬那种 就是很难很困难 然后一不小心 就会发生沙滥的那一种 的那一种 那可是呢 他在国中的时候 其实在从小 他的人缘就不是很好 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就蛮差的 所以经常逃学俏课 那但是呢 他跟他的命运 就是唐鳳也经常不上课啊 那但是他的命运就跟唐鳳有很大的差别 唐鳳他有一对很好的父母 那他的父母就是他的那个伯乐 那么但是呢 白领呢 却是被他父母所所遗弃的 被他父母所放弃的 那么所以他 没有办法在一个正常的这个家庭 有很好的家庭教育的功能的 的环境下成长 那么那当然也许他的学校老师 对他也不会很好 这个不可会言 就是其实还是有蛮多的老师 就是会看成绩来 来评量衡量那个学生 功课不好就会被他 就会对他忍不上 这个我们不讲 这个其实我们都有碰到过 对不对 那但是呢 那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白领的父母是 是唐爸爸唐妈妈的话 那他也许今天就会有不一样的成就 对不对 也许他今天就会创下很多 金氏世界纪录 对不对 他已经台湾的百岳都爬过了 那么 好 那 所以其实这里我们也有看到 就是 就是 他也是一个跨性别者 那么 环境 对一个人的成长 的确是蛮重要 而这些环境就包含了家庭 包含的就是学校 以及将他长大以后 社会 或是你所住的社区 其实都 对一个人都 都有很大的影响 好 那么 我们回到这个跨性别 这个来讲 那么 关于这个性别的问题 你如果想要 就是对他有更多了解 在那个 学术上 在科学上 有更多了解 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 这本书是 日本的 那个 的 就是 科学家 所写的科普书 所以他主要是从科学的角度去探讨 性别 所以他里面也归纳了很多学术界 科学界 用性别的一些研究 那日本的科普书 它有很大的好处 就是 有很多漫画师的插图 来辅助 这个 就是 就是让读者更容易理解 这个内容 所以你如果不喜欢看文字的话 也没有关系 它里面图片很多 比如说 左边这张图是讲什么 就是什么叫做心理性别 然后 心理性别就是觉得我是男生 还是我是女生 我觉得我自己两者都不是 或者是我还没有搞清楚 甚至 我觉得我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 等等 很多的面向 所以这个是早就 国外早就研究的很多了 性别 你就心理性别来讲 它不是男女二分 它是一个光谱 是一个光谱 那就性别气质来讲也是 没有所谓说男生一定要怎么样 女生一定要怎么样 大多数人都是在一些阳刚的气质里面 会掺杂一些阴柔的气质 或阴柔的气质里面掺杂一些阳刚的气质 只是比例上的多寡而已 那而且大家也要特别注意 性别的不同面向它其实都是各自独立分开的 那不是说你生理上是男生 你气质上就一定要表现的是男生 也不是说你觉得是女生 你就小时候就一定要玩洋娃娃 我有个表妹她就不喜欢洋娃娃 从小 可是她现在后来生了一个女儿 很高兴很兴奋天天跟这个女儿玩 就只生了无遗憾 那所以小时候不玩洋娃娃 跟她长大能不能当好妈妈有没有关系呢 没有关系对不对 然后呢我有个子儿她现在已经大事了 所以年龄跟大概差不了多少 那她从小她很喜欢玩就是观察一些小动物 可是有一种动物她最怕 不是蟑螂 也不是蛇 也不是狗 当然一定猜不到 她最讨厌的是琴娃 因为她觉得琴娃拎拎了 很恶心对不对 觉得琴娃很恶心的举手 其实有不少有好几个还对不对 好 那么 还有呢她从小就很爱干净 跟她姐姐跟她表姐不一样 去天地玩 她表姐就跨过一个水沟 脚去踩到那个水沟上面板子 水去溅起来弄死脚 没有关系继续跑过去 那不行 那鞋子稍微被弄死了 要回去 先把鞋子弄干净再出来 然后呢她王偶很多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她王偶就排在那个她的床的周围 排一圈 然后睡在中间 那早上起来那些王偶都还在床上 都没有掉下去了 对不对 然后 对啊 然后她有一次就看到那一只青蛙跑出来 就吓得娃娃叫 哭起来 然后她妈妈说 你怎么跑去跟她妈妈 就是束缚 就说 妈妈 那边有青蛙赶快来救我 她说 她妈妈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这样子 你要勇敢一点啊 要不然以后长大容易保护女生 对不对 然后这也 当然这个也是 许多人 对这个 就觉得男生一定要勇敢 男生一定要保护女生 女生 女生就一定是怎么样 比较弱小 对不对 那其实不一定 那就不一定 然后像 像我小妹 我小妹不是那种很娇悍的人 但是呢 小时候她完全不怕蟑螂 她觉得她那个会拿拖鞋去打蟑螂 只是她不会骂三字经而已 那你说那个怕蟑螂的男生 我以前我自己的学生有碰到过 去毕业旅行的时候 在游览车上面 发现到有一只蟑螂 跳到椅背上去 在游览车上面 然后她在家里发现蟑螂 跟她妈她讲 浴室有蟑螂 她妈妈哈哈大笑 她觉得她妈妈她没有良心 还有呢 右边这一个 这一个更有趣 她这边写什么 如果男婴失去印经的话 那怎么办呢 是应该要把她当男生养 是要把她当女生养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题目很奇怪 如果男生失去印经的话 那该把她当男生养 还是当女生养 这是什么浪问题 可是这个书里面 会把她画出来 她一定是对这个问题 有做很多讨论 那么 什么情况下 男生会失去印经 你有听过 你们家里或邻居 或同学 或什么朋友 或新闻上报道说 有男婴 有一天 婴经就不见了 好像没有听过 对不对 有听过吗 没有 那既然大家都没有听过 为什么这个书里面 会写这个东西 那其实 在台湾也许没有听过 可是在国外 尤其是一些基督教 犹太教的国家 其实还蛮不常发生的 我不是说信主耶稣 会失去印经 而是因为基督教徒 或者是天主教好像也是 他们都 小婴儿都要怎么样 除了要受洗以外呢 男婴还要怎么样 割包皮 割力 那么 为什么要割包皮呢 在几千年前 他其实是有卫生上的理由 那么 因为以前的卫生习惯 没有那么好 尤其是在中东地区 水 支援不足 所以清洁上就常会出问题 然后 所以小婴儿 如果不割包皮 很容易 就会怎么样 感染发炎 对不对 所以当然到现在 其实现在卫生条件比较好 大家的卫生习惯 知识也比较充足 其实是不太会发生这种事 可是因为宗教的因素 就变成是一个宗教仪式 你不得不遵从 然后呢 然后小婴儿就要带去割包皮 那割包皮现在 大概都是用电烧的方式 然后 有时候 医生 不小心失手 就把婴精给怎么样 烧坏掉 那糟糕 那怎么办呢 那可不可以再做一个 假的 人工阴精 可以 这种手术其实本来就有 什么人需要做人工阴精呢 有一些老年人 因为疾病的因素 导致这阴心功能有问题 或者是什么 需要做人工阴精 虽然是老年人 可是他还是要 还是想要有性生活 对不对 还有呢 就是 女便男的便性人 他也想要 也可能想要做人工阴精 可是问题就在于 人工阴精的手术很贵 对 以这个女便男的便性人来讲 做人工阴精 价格大概要将近台并100万 然后后遗症很多 所以常常术后会出现一些问题 漏尿 柔管什么问题 密尿系统会有问题 就还要进出医院 再修补 修补很多次 所以很麻烦 不是没有办法 但是问题很麻烦 那怎么办呢 那在1970到1990年代 有一派的心理学家 认为一个人的性别认同 是可以借由这个后天的教育 而塑造而改变而影响的 那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他算是小男一 可是你从小就把他当女生养 他将来会觉得自己是女生 可以过正常女生的生活 可是实际上是真的是这样了 实际上不是 那只是说在这20年当中 那他这个心理学家 他又在心理学界是属于大老期的 那大老期就往往就可以怎么样 指手折天 那弄一些假报告假论文出来 蒙骗大家 那可是还是终究 就是这个是谁说的 是林肯还是谁说的 你可以欺骗一个 永远欺骗一个人 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 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这谁说的 那大家回去查一查 然后他当然就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对不对 那么尤其是在学术界 然后就有很多这样的小孩 听那个医生的话 说服那个父母 就把他当小男婴 小女婴来养 那到青春期 比如国小毕业的时候 就开始打女性荷尔蒙 那就是有女性的第二性针等等 对不对 那可是呢 很多人就从来不觉得他自己是女生 觉得很痛苦 觉得很痛苦 甚至呢 还有一个人呢 就是去告他的父母 要 就是他要变回这个男生 那最后法院是判他胜诉 所以最后他又在就是动手术 最主要就是要比如说切除他的胸骨之类的 那又变回男生 那然后呢 有一个团队他就会找就是这一个 那么就是问他愿不愿意把他的故事公开 让大家知道 所以就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那之后那纪录片一推出 大家当然有跟他同样遭遇的人 就会陆续的出来 对 然后再把这个过程就解开了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在这场生活 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 你们在YouTube里面也常看 可以找到很多这种影片 有很多小孩 从很小 甚至还没有上幼稚园 就很清楚表明他的性别认同 跟他的生理性别是不一样的 那么 所以如果说 一个人的性别 心理性别 是可以经由后天的教养 而改变而塑造的话 那这世界上就不太可能 会出现跨性别症 有没有父母 生了小孩之后 会故意把这个小孩 就是以另外一种性别的方式来教养 也许有 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是一定是怎么样 非常少数的 对不对 非常少数 那 那这些 比如说这个生了一个女儿 故意把她当男生一样 那这个女儿就会觉得自己她是男生 其实也没有 我有一个学生的家长 就说她小时候她妈妈去算命 算命说这个是一个儿子 然后她妈妈就真的很听那个算命 算命人的话 然后就把她当儿子养 那从小买衣服 都是买男生的衣服给她穿 那后来长大之后 她还想要穿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买裙子穿 回去就被她妈妈羞辱 那可是她 她自己就觉得很委屈 因为她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男生 对不对 那也是一样 其实我所认识的那些跨性别的朋友 没有一个就是父母是从小把她当跨性别来养 那甚至绝大多数的人 她父母听到她是跨性别者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非常的伤心愤怒 尤其是当爸爸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故事 有两个朋友家里都是这样 上面生了好几个女儿 有一个朋友她上面有三个姐姐 好不容易最后就生一个儿子 然后长大之后想要兵器 然后呢 然后她就被赶出来 国中毕业就被赶出来 那赶出来怎么办呢 要想办法去赚钱打工啊 对不对 那其实这样的朋友 那其实这样的朋友 我从我国中的时候我就听过 在新闻报纸上就看过 好那么 有一天呢 有警察去领检 半夜领检那个檳榔潭 发现到有个檳榔西施 未成年的檳榔西施 那在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的台湾 不是你晚上可以随便在路上走路的 在路上走路的 不小心就碰到警察 那警察也可以 不需要任何理由 就要你拿出身份证 然后盘查你的身份 如果不从的话就怎么样 直接开枪打死 也没有人敢去申诉 好那么 好那在檳榔潭 查未成年的檳榔西施 那当然要 要查一下他身份到底怎么样 结果发现了这个檳榔西施 是一个小六的男生 是一个小六男生 而且当场还看不出来他是男生 这很奇怪 一个小六的学生 晚上没有回家 在外面还在檳榔餐工作 难道他的父母都不知道吗 难道他的父母都不管吗 他父母的确是不知道 也不管 因为他已经被赶出来 为什么问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性别认同的问题 尤其是男生 就儿子 如果父母一听 听到说这个儿子竟然想要当女生 好像是那个天 就是天打雷批 大的霹雳一样 一定是不能接受 那所以有不少朋友就这样子被赶出来 那么去檳榔西施打工这还算好 那有很多人是 就是 去 比如到酒店当公关 当小姐 这个在台中是最有名的行业 对不对 台中最有名的观光景点是哪里 不是亚大美术馆 你们如果要提升亚大美术馆之名度 可能要在高速公路交流到附近要设个那个提拔 是 台中最有名的观光景点是金钱包 一下高速公路就可以看到 金钱包欢迎您逛临台中 他们对台中的观光行销 就是贡献很大 所以如果你有朋友要来台中玩的话 你说台中有什么好玩的 金钱包拎而去 那晚上住哪里呢 木栏木下 超六星级的屈辰宇馆 比全台湾最豪华的五星级饭店还要豪华 那当然一晚的价钱不便宜 甚至有大陆的那个观光旅游乐阵住 来台湾考察指定就是要住木栏木下 就已经红到这个中国去了 好 好 然后去酒店当公关也还好 对不对 然后甚至有人是去做那个社群行业 那个社群行业 也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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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的朋友 好那么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他们往往没有很高的学历 很多是国中毕业或是高中初学 对不对 那第二个没有家庭的经济支柱 所以他们要除了要想办法养活自己以外 最好还是要能够赚很快的赚很多钱 然后达成他的心愿 好那像阿利福 他也是啊他也是要赚钱啊 也是要达成心愿要存钱啊 只不过他做的是什么呢 好是做美容美法 对不对 好那除了做美容美法 好那他也开始做投资理财的规划 好就是不用买资金啊股票等等 好虽然剧中有一幕就是发现那个银行就是他 就是银行又被掏空什么 害他存的钱就不见了 我还是他还是 后来想办法再努力赚 好然后再换到一个比较好的 的店去 就是美法院什么的 然后可能甚至搞不好 应该自己开那个工作室可能会赚的比较多 所以还是努力存钱 好那可是不见得是说 每个人都有像这样的技能 对不对 好那所以就许多人 就是你比如说你到酒店去当公关 他通常是不太需要什么高的学历 对不对 好那所以也比较容易赚到钱 可是到酒店当公关当小姐 光长得漂亮是没有用的 最重要是要能够怎么样 能够跟客人玩 能够跟讨客人欢心 他才会愿意怎么样 给你很多小费啊 对不对 好那所以我当我听以前啊 小时候听到这些故事 我就很担心 万一要是有一天 被父母赶出家里的时候 那就很惨 我觉得我自己 要去酒店当公关 可能没有这样的指涉 而且在个性上也非常的不适合 因为老师给我评仪都是什么呢 就是温柔体贴木纳寡言 对不对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去酒店的话 会像一根什么木头一样 踩在那边 那有谁会愿意给我小费呢 大概没有 大概做没几天 就被那个老板赶出去了 对不对 那所以就很很烦恼 那当然就不敢让 让家里知道 自己的性别认同的问题 因为听到很多人 都因为这样子 被跟家里起冲突 甚至到现在 三年前 我还有碰到 有某大学的学生 被家里 被父母 照三餐打 然后他读得 照三餐打 然后他很哀怨啊 说 为什么我每个周末都要回家去 谁家里读的学校 跟人家住那么近 他家住桃园 他读新竹的学校 所以他就想要 就是去考高雄的研究所 那这样子就可以 不用常常回家 对不对 那么 所以即使到现在 还是有很多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父母 一听到小孩 如果说 这个父母 因为这样的小孩 也许一开始 可能会被父母认为 他是什么 同性恋 如果他儿子 他喜欢的对象是男生 以为他是什么 同性恋 或是他女儿 常常带个女朋友回家 因为他是女同志 对不对 所以后来 一听说他不是同志 他是想要变性 那更大的震撼 那说那你可不可以 只当个同性恋就好了 当个同性恋至少还有机会生小孩 对不对 那么当然也有这个父母 一开始也许不能理解 可是他愿意去学 上网去查资料 去找很多文献来读 最后终于理解 为什么他小孩会这样 然后甚至愿意陪他的小孩 去看医生 陪他小孩去救医 然后支持 最后让他小孩能够达成信愿 这样的父母也有 只是比例上不是很高 那当医生的父母 不太能够支持 不太能够认同 可是也没有强烈的阻止或反对 也许现在可能还是不太 就是 还是不太 不是百分之百的接受 那但至少在家里的话 还不至于跟小孩一起冲突 那这样的情况也有 那在我们的身边 在你的同学朋友里面 你当也有 也可能曾经碰过 遇到过 这样的朋友或者是同学 那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那你要怎么跟他相处才比较对 这也是很多人 就可能会面临大的问题 比如说你称呼他 如果说你跟他非常的熟 当然你怎么叫他 他也许都不介意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跟他不是很熟的时候 你应该要怎么称呼他 或者说你在讲话的时候 你应该要注意什么 那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他当做 就是原生的性别来对待 就是说他觉得自己是女生的话 你就把他当做 他从小出生就是女生 原生的女生来对待就好 你不要想他是跨性别 那所以你碰到一个女生 他出生的时候就是女生 你会去问他说 那你小的时候喜欢玩羊娃娃娃吗 那你喜欢男生和女生 你会以好奇的心态去问你的原生女性的朋友 这些问题吗 不会对不对 那所以同样的也不要去问 你的跨性别朋友这些问题 那他到底喜欢男生还是女生 他到底喜欢玩什么 时间久了 你如果跟他构说 你自然就会知道 对不对 那同样有一个 变性的老师 我不是在国内我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那么 你们就是有机会 其实也可以请大家来演讲 嘉义的邪隆中学的数学老师 这边有没有嘉义邪隆中学毕业的同学 没有 不敢讲 邪隆中学算是嘉义的明星 私立高中吗 有没有嘉义来的同学 真的都没有吗 有 对不对 好 那么 那位数学老师姓黄 叫黄明珍 那他 其实 他的故事 他的事件 在大约八九年前 也不止 大概九年前十年前 就曾经上报 好 好 那 他的成长历程 其实也有跟路过很多蛮像 他从小也是害怕 就 不小心就泄露自己的性别认同问题 好 那么可能会遭到霸离 也可能 也可能 家里不能谅解 等等之类的 所以 隐藏得很好 那 他也有结过婚 不过他有三个女儿 这是我输他很多很惨的地方 好 然后 那可是他 他老婆 知不知道 他的性别认同问题 好 他说 他其实在交往的时候 曾经写一封信 给他女朋友 当时的女朋友 跟他说明 然后 事后呢 他女朋友还聚集跟他交往 好 那他应该是能够接受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后来结婚之后 才发现了 他老婆没有看过哪一封信 那什么意思 被防火墙挡下来 好 那么 所以你们家里如果有防火墙的话 一定要把它拆掉 这个 你不拆掉可能会耽误到你的终身大事 好 那防火墙是什么 不必我多言 对 那么 好 可是后 然后 所以后来其实结婚之后 一开始他 那太太其实是不晓得 然后他胆子比较大 也不知道 怎么去买那个女生的衣服装 现在比较容易啊 现在小朋友都知道 要怎么买 你不敢到实体店面的话 然后上网去买 对不对 好 那万一要是买回来衣服不合身怎么办 网购的都可以退货 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问题 那你大概 在一家店面你大概买个两三次 你就会知道说他们家的版型 什么样的尺寸 是对你比较合适的 所以很容易解决 好 那 我有碰到一个 我也在一个国小演讲的时候 也碰到 他们学校有个男生 也是自己呢 就是上网去买衣服 然后呢 在礼拜三下午 礼拜三下午 虽然是没有课 可是有些学校会排那个课后的辅导 对不对 好 那他就是在礼拜三下午 课后辅导的时候 穿女装去学校 还会化妆 化妆的技巧 其实现在也可以上网 YouTube里面都有很多影片 在教学 对不对 好 那就他胆子实在是够大了 对不对 那他的父母 因为他父母离婚 他跟妈妈住在一起 基本上所以他爸爸不知道 这问题就比较小 至少不会打他 对不对 那他妈妈就等于是 有点像睁一只眼 鼻一只眼 然后 那他的导师呢 他导师还不错 没有责骂他 就是能够理解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甚至还会提醒他说 你塞红化的太红了 好 然后那一次演讲 我是跟一个学生 一起去 就是我 只有一 最領域 因为学生的年纪 就是比较年轻一点 就是 当然 跟小朋友 那是对老师演讲 是对老师演讲 那但是演讲完了之后 就是辅导主任 问我们说 愿不愿意跟那个学生来谈一个 我们说好啊 他愿意下来的话 就跟他谈 所以辅导主任就去找他下来 然后一开始 刚开始的时候 辅导主任坐在旁边 那个学生呢 是什么事都不肯讲 那所以我们就 把辅导主任给支开 然后他才把 全部的事情吐露出来 好 那 所以 就是 这种 就这种情形里 从小 甚至从幼儿之前 都可能会出现 那 你责骂他 或者是 责怪他 或者是批评他 并不会改变他的想法 那可能只是说 他怕你骂 然后就怎么样 又不要讲 对不对 这个你们大概都有经验 你做的事情 你不认同被责怪的时候 你会 你就会因此放弃你的想法 往往不是 你只是把它怎么样 藏起来 不要跟你讲 跟你讲一定没有好下场 对不对 我干嘛跟你讲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 其实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并没有把问题解决 对不对 那么 所以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情形 都是一样 那在性别的这一方面 也是 也是一样 那么 所以 对一个性别少数的人来讲的话 他其实往往 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需要的是别人的认同 别人的支持 还有好朋友 那当然如果是家庭能够支持的话 是最好的 那只是往往很多人没有办法如愿 那家庭没有办法支持的时候 那如果有好朋友来支持的话 也是很好 比如说大卫派博 他的同学认为他是怪胎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八岁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他们老师呢 要每个同学写一个奏文题目 叫做 我的志愿 这个题目 为什么每个国家老师都会叫小孩写这个 你们小时候也一定会写过 对不对 然后 只是说 在台湾可能大家都写 我想要当老师 科学家 医生 对不对 那有没有人写说 我想要当清洁队员 我想要当资源回收业者 为地球环境贡献一份心力 阻止全球暖化 这个很伟 这个理想很伟大 对不对 可是呢 你一定会被你爸爸 或你倒是这样 巴了去 什么叫资源回收业者 简波乱 对不对 父母想到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但是如果是在国外的话 老师会称赞你一番 在美国有做资源回收业者 做到变成大企业的 而且这个资源回收业者 不是你想做就能做 那都是黑道老大在做的 都是黑道老大在做的 那因为那个利益很丰厚 利益很丰厚 你想要做 门都没有 你不要想要那么简单 对不对 然后呢 那大卫派博他的资源是什么呢 他想要当女生 那我不知道他的老师有没有骂他 应该是没有才对 但是他的学生 他的同学就觉得他是怪胎 甚至有一个同学 从他国小就开始霸凌到高中去 因为英国的高中也是学区制的 不过还好他有两个好朋友知道他的秘密 那这两个好朋友就在一直支持他 甚至其中一个会把他自己的旧衣服 女生的衣服 还有一些化妆品送给他 那等等 那么 所以当他能够就是度过这段期间 那他的父母知不知道呢 后来知道 那么 其实 其实他 他跟我 一样 就是从小就会对这些相关的讯息 就是我有关于变性人 或者跨性别 相关资讯会特别的敏感 会想办法努力去收集 那只是说在以前没有网络的时代 我只能从一些报章的杂志 报章杂志 就台湾的报纸 或者杂志去收集这些讯息 能够得到的资讯并不是很多 而且有些是经过很多手传播 那么 那后来有网络的时候 其实 我大概在二十几年前就开始用网络 在网络上搜寻信息 那只是说当时有关于这个变性的资讯 特别是跟医疗比较有关的 资讯都是英文的 所以要想办法去看英文的资讯 那对他来讲 英文的资讯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他是英国人 而且现在网络很发达 搜集到的资讯量就非常的多 那所以他就把他搜集到的资讯 那些资料全部呢 就剪贴成一本 那个剪贴簿 那最后来呢 他就把那一本剪贴簿 跟他写一封信 拿给他的父母看 然后他的父母看完之后呢 这里就看出英国的父母 跟台湾的父母很大的差别 台湾的父母 绝大部分看了之后 第一句 就是会爆跳如雷 然后 把他抓来臭骂一顿 对不对 就算是有一些 后来能够理解他的小孩 能够支持他小孩的 一开始第一个反应的往是这样的 我就有一个学生 他的父母讲 一开始他们也可能不能接受 然后他爸爸 就是小孩的爸爸 也是常常打那个小孩 然后他自己哭了一个礼拜 哭到整个人瘦了一二十公斤 然后连他姐姐都看不过去 都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只是说他后来他愿意去了解 自己上网去找资料 去来阅读 最后终于能够理解 那可是 这个大卫派伯的父母是怎么样 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把小孩抓来臭骂一顿 而是 听听小孩的想法 了解小孩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呢 他跟他谈 他第一句话就说 你准备好了吗 前面的路很辛苦很困难 你准备好要去面对你未来的路吗 的人生吗 然后父母的角色是什么 就是陪着小孩一起成长 然后帮他解决一些困难 比如说 他要去跟父母要去跟学校沟通 让他能够在新的学期 能够穿女装去上学 还有解决学校的一些 比如厕所的问题之类的 甚至还要对那个 其他的同学做一些教育 对不对 性别的教育等等 然后呢 再来就是安排他去看医生 接受心理医生的评估等等 甚至到后来将他长大 比如说到了国小毕业上国中的时候 还要接着还要做什么 要开始做荷尔蒙治疗 之类的 然后这个都 其实都是需要的父母的协助 一般来讲 如果能够越早确立 那么 比如说 你从 国小毕业到国中 在还没进入青春期 或在青春期 刚进入的时候 你就做荷尔蒙治疗的话 你的发育 就会跟原生的性别 是几乎是一模一样 就完全看不出来 你原来的生理性别是什么 那这样子其实是比较好 那如果是到成年以后 再做荷尔蒙治疗 他其实效果其实是有限的 有限的 比如说 男生想要变女生 你不管你荷尔蒙治再多 你的胸部也不可能太大 那你如果真的要想要变成大奶妹的话 怎么办 一定要做荣乳手术 对不对 那么那声音就更是没有办法 已经长出来东西 不会自己说回去 你都是要靠外科手术 或者是说 这个 当然 在男生变女生在发声上 是有办法 做一些发声的训练 但是这个过程也还蛮辛苦 那么要持续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那做生态手术 虽然可以让这个发音的频率比较提高 可是 人的讲话 男生跟女生的差别 不只是发音频率的高低而已 还包含音色 音频 那 其实我听过很多 就是 做过生态手术的跨性变症 他们 往往这个听起来的声音 就不是很自然 而且音量会变相 而且 手术之后大概还有再经过 只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就是声音才会稳定 那所以我学生是建议我是不要做 因为我现在还是要 要上课 要每天要讲话 对不对 好 那以后要不要做呢 再说 然后要不要当大奶妹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 你没有要把衣服脱汪汪给人家看的话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在这个小说里面另外一个主角 李欧丹顿 他转入新学校之后 便打定主义读来读往 不想与任何交往 然后 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他这样的个性 转到一个新学校 这个新学校就是 大卫派博读的学校 那不跟人家打交道 不跟人家来往 自己非常的孤僻 独自一个人 那这种人 如果你们同学里面有这样的人 通常都会传很多八卦 是不是 因为他像神秘人物一样 那么 那传什么八卦呢 有人说这个 李欧丹顿呢 听说他在原来的学校 拿刀子剁了他们公民老师的手指 所以被退学 强迫转学 那这样的传闻会不会是真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 李欧丹顿他原来读的学校是怎样 我刚刚讲说 英国的高中也是社区制的 除了那些公立学校 他们的公立学校是私立的 他们叫public school public school 我们班的公立其实不太对 就是他其实是开放给大家可以去救 但是他们通常是私立的 私人创办的 那么一般的公立学校就是政府创办的那个学校 是社区制的 那这个学校的风平 会跟这个社区家长的社经地位 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这个社区的家长社经地位比较高的话 这个学校的风平就会比较好 就比较像是我们的明星高中那样子 那如果社区的家长的社经地位没那么好的话 那学校的风平通常会比较差一点 那么大外泰国他的父母家长 他的父母社经地位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读的高中就是算是风平不错的学校 是属于明星高中那种的 但是李欧丹顿的住的社区呢 家长社经地位就没有那么好 那所以大家想想看 如果一个你读的学校风平不是怎么样 然后你拿了刀剁了你们老师的手指 你就可以转到明星学校去的话 那你们学校老师的 每个老师的手指都一定被剁光了 是不是 那所以这样的八卦 是不是真的呢 那当然不是 那他为什么要转学到这里 当然有很多故事 他其实在原来的学校 遭受到很严重的霸凌 差一点就死掉了 差一点就死掉了 就遭遇大概跟那个叶永志没差多少 那么 那他到底遭遇到什么 什么样的那个 的问题 自己大家去看书 我这边就不在那里 好 那 所以 讲到这里 那 那 那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人的故事 可以听 可以去了解 比如说 好像这个枝田鸡香的故事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 这是他写的书 叫突破难关 还有一个就是海星男孩 这是他写的网字 海星男孩 他是一个跨性 女跨男 的跨性别者 那么 你只要网络上搜寻海星男孩 就可以找到他的网字 那么 他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也完成了变性手术 那我拿到新的身份证 那么 他的妈妈呢 也蛮有趣的人 他的妈妈其实是很 就是至少到后来 也是很完全支持他 因为有一次我到高雄去演讲的时候 他就载着他妈妈一起来听 那事后呢 就是他载着我 就去搭高铁 然后在路上 就车上就跟他妈妈一起在聊天 那 所以 大家也可以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还有呢 就是 这个新天 大概没有什么机会讲 那 变性的八种方法 你看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搞笑 可是实际上是 很多坏性别朋友 可能从小就 就一直那个梦想 那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 就是刚 刚我一开始提到的 贵孝仁学姐 已经毕业了学姐 他就说 他曾经就上网去查 怎么样那个灵魂出窍 可以跟人家交换灵魂 可是我以前也常想 来看 可是也找不到有什么法师 法术这么高下 找索菲亚不知道能不能 他可能会跟 就算他 他 就算他能够他大概也不愿意帮忙 好 然后呢 那 红楼梦里的多元性别 红楼梦 大概是 对女性 比较有正面评价的 那个 就是古典文学作品 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 中国的四大小说 大家知不知道 那四大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红楼梦》 企图强暴 然后敌死不丑 然后就被迫 就嫁给什么 武大兰 当然婚姻不夕 那后来碰到一个俊俏 俊 很帥的西门庆 西门庆又被怎么样 后来西门庆被武松打死 然后金平梅又怎么样 因为那个就是和谋 就是跟西门庆和谋杀了武大郎 所以武松报仇就把他少少 金平梅也杀死了 然后金不是金平梅 就是那个潘金莲 那金平梅的故事就从这个 这边来延伸出来的 然后三国演义的女性呢 是被拿来当棋子用 变成是政治筹码 但是Honlon就比较不一样 那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 去读一读这一本书 那还有呢 就一些跟跨性别有关的电影 那特别是阿力福快要上演 然后当他们正正编织时 已经 有DVD了 在网络上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 还有呢 最后就是你如果想要知道说 你如果想要变更性别的话 你需要什么条件 第一个要两个精神科医师的诊断书 但是现在没有规定说要 要经过多久的评估 那你能够多久拿到诊断书 第一个要看医生 第二个是看你自己 然后再来就是进行不可恢复的摘除手术 并且有医生证明 所以不可恢复摘除手术就是 男生要避女生要摘除什么呢 膏丸阴晶 不过一般也都会同时重建阴道外阴等等 那女便男要摘除什么呢 乳房卵巢子宫那些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其实条件还蛮简单的 那可是问题是自己要想清楚 因为这些摘除手术做了就没办法后悔 做了就没有办法后悔 那所以你没有想清楚 当然你自己跑去做 事后呢反悔 那是你自己的事 没有人逼你 没有人强迫你 好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 分享到这里 我非常谢谢郑采斐老师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现场只开放一个同学问问题 好不好 只开放一个问题 有没有同学要问凯鑫老师 有吗 没有 好来 仙怡 嗨 嗨 请问你今天得到了什么 我刚刚听了凯鑫老师演讲 除了我们可以让我们对生理性别 以及心理性别更加了解以外 然后透过老师提出了各种例子跟故事 也可以带给我们更多对多元性别的认识 你了解 然后当然也有增加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自我认同 对 好 我们真的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凯鑫老师 就是从很多中学的角度 或者是说自己心理上的一个角度 来为我们探讨关于这个 无论是跨性别者 或者是说在这个男性女性的这个方面呢 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跟启示 那我们同学是不是在热烈的掌声呢 谢谢我们曾凯鑫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